即使你是一個很好的國家 你不去找人家麻煩 還是可能有人找你 像這次Ukraine 是是 即使台灣乖乖的很聽話 是 中國 現在的中國還是想拼吞台灣 是 所以很多人想 你不要做這個問題就不會打招 不一定 不一定 OK 他們最主要是想拼吞台灣 那 美國當然是希望 如果台灣 要跟中國一起的話 希望是和平的 是 對不對 是 就是說 美國的policy 至少我在 華盛頓在五角大賽的時候的policy是說 給台灣這個機會 有一個選擇的機會 有一個選擇的機會 而且 給中國一個機會慢慢的變 變好 可能 中國和台灣不可能在下面 明天後天可能不可能 10年20年以後呢 如果中國已經是民主了 是 然後中國 中華民國 台灣的人民有機會選擇 要不要跟中國大陸在一起 是 這是 最重要的 是 和平解決 對不對 我知道 中國大陸也希望能夠和平解決 是 給自己一點時間嘛 是 對不對 不要那麼急 是 我就怕習近平因為他想在歷史上寫下他自己的名字 對不對 是 就打過來了 是 事實上不管哪個黨在執政 是 OK 中華民國現在中華民國的人心 我想不會自願的 去讓共產黨take off 因為你要記得 你現在每四年可以選一個總統 你不喜歡四年在下次再選 是 共產黨來了就沒有機會選擇了 是 你選擇的就沒有投票的機會了 是 因為他們的投票都是假的 就是 robert stand boom 對 大家同意就同意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 我發現我最近有些朋友 對 不同的政黨的反感 是 比對共產黨的反感還多 更多 哦 對 所以我很擔心 對 這對台灣團結很重要 是 你寧願讓人家共產黨來給你執政 是 你曉得你以後 他來以後就不走了 而且你沒有選擇了 是 所以我覺得這 這是我私人的想法 我在台灣 我在台灣住了那麼久 當然我在這邊出生 所以很care about 台灣的future 所以當我聽這種人講 我有點 不舒服 然後 因為 因為 你一個家裡面 兄弟還是會打架 是 可是如果外面打過來 你要同 對外嘛 對不對 是 你 你反而說 這個 強盜是好人 是 比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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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我家裡的還好 還好 有點問題 請幫我們分享 訂閱 按鈴鐺 打點名嘴 我們下次見